新人就有特休13天 还不守到应征德州仪器 今年来讲就是我们有开出像技术行销工程师 那应用工程师 然后还有说产品测试工程师 其实都有开出适当的职缺 来供同学们去做投递的动作 那相对应的这些证职 其实都会有就是实习的职缺来释出 实习时如果表现优秀 能够晋升为正职员工加入德州仪器 以正职来讲大概30几到40左右 实习的话我们主要是属期的实习 那total大概45到50左右的一个size 那针对电机器然后电子 然后机械材料化工 然后工业工程啊会计商管同学 我们都有开出相对应的职缺 新人第一年有13天特休 请病假也不需太担心 一年有30天几新病假 我们的假其实是相对于劳金法来比较 其实优化很多 就是我们新人第一年就会有13天的 有新的特休假 那还有所谓的两天的弹性的弹休 那弹性休假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 会各给一天这样子 其实是相对于很多公司来讲是优余 那还有所谓的有新的病假也是很照顾员工的 我们希望说他可能在生病的时候不用担心说 我请假还会没有钱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会一年其实会有30天的有新病假 快上1111人力银行投履历